大家好,到了5月份之后呢 我们家中盆栽的这个柠檬 它的生长速度会非常的快 大家看这个新枝嫩叶会迅速的长出来 不过随之而来的问题呢就比较苦恼了 那就是在这个时间段里面 这个盆栽的柠檬它会长虫害 如果处理的不好的话 这个虫害呢它会非常快速的蔓延 我这一盆柠檬呢现在就长了虫害 有两三条这个毛毛虫在上面 如果不注意观察的话 这两三条毛毛虫呢 起码会啃掉这盆柠檬树 7到10张的新叶子 那么这个损失已经是非常的大的 它是非常喜欢啃咬这个新芽的 所以呢我们养这个盆栽柠檬呢 要经常去观察它 如果不仔细观察这个虫害一出来 就已经把这个叶片啃得乱七八糟了 所以呢到时候就会非常的被动 大家仔细的看一下 看见了吗这个虫在上面爬来爬去 现在呢又爬到这个花朵上面了 现在是有两到三条这个毛毛虫在上面的 这边呢还有一个虫子 非常的明显 所以呢我们盆栽的这个柠檬 在现在这个时间段呢 一定要注意这个虫害的问题 那么像柠檬长的虫害呢 也是比较容易解决的 最怕的就是你无法发现这些虫害 那么在它虫害长出来呢 直接给它使用这个杀虫食物剂去喷洒就可以了 哪里长虫就喷哪里有了虫害直接就喷洒这个虫害的位置就可以了 这是一种杀虫剂 它的杀虫效果呢比较强 能够有效的杀灭这个虫害 尤其是这个柠檬正在开花又长了虫的话 很容易就让这个花朵呢出现掉落的问题了 我们养这个盆栽柠檬呢就是想要让它在这个花盆里面长出一个个的小柠檬 好不容易才有这个新的花朵长出来开出来 让这些虫子去获获了 那就非常的讨厌非常的可惜了 好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好本期视频